杨末听到沈薇言说话,踏进沈梦云的房间,屋子里传来一股新鲜的花香,抬眼望去虽然显得有些寒酸,屋子里却收拾得干干净净,所有的东西都整齐地摆放在那里,桌子上放着青花花瓶,瓶子里是刚剪下来的牡丹花,窗口有一小尊香炉, 鸟鸟青烟不断地向外飘散着,一个磨损的画架摆在那里,上面铺好了宣纸,只压了一半的阵纸,风从窗子里吹进来,纸的另一边豁然飞起,如同展翅飞翔的蝴蝶,沈薇言见状忙上前将手中的另一半阵纸放上去,沈薇言好像很在意这些细节,生怕哪里做得不好,连阵纸都方得端端正正。 一间小小的屋子,却精心不止,连地面都刷得光亮,沈梦云端着波罗从后面走出来,头上戴着漂亮的红绳,也有些拘谨地扯着衣角,埋怨地看着沈薇言。 哥,你怎么不请杨大小姐坐下? 说着,将波罗里新做的垫子放在了锦幕上,沈家的大门开着,外面看热闹的人纷纷向内张望,几乎就要挤进沈家院子里。 沈薇言更加地拘谨,受俗无措地站在那里。 不急,杨末笑着道,让我先看看你的病。 杨末拿下头上的木梨,走上前去仔细地看着沈梦云脸上的红斑。 杨家大小姐穿着柳青色花枝纹被子,梳着单逻辑,头上只带了枝梅花簪,另一边是蜜蜡的头花,打扮得并不华丽,却依旧掩不住身上的清雅端庄的气质。 再看看自己和哥哥,沈梦云抿起了嘴唇。 杨末伸出手,去触碰沈梦云脸上的红斑,沈梦云似是吓了一大跳,盲偏头闪开。 别,别传给小姐。 沈梦云也伸出手,欲言又止。 杨末道,这个病不会传染的。 金贵药略吕说,养毒之为病,面赤赤斑,斑如棉纹,是红蝴蝶疮。 沈梦云不由得点头,这些你也是按照蝴蝶疮来治的,可是药效并不好,梦云又有一些虚劳之症, 病情总是反反复复。 上次给颜二爷治病的药还剩下了些。 杨末说着看向秋童,秋童将药包取出来,递给沈梦云。 是金贵纳树粉。 沈梦云正要辨认,杨末已经到。 你手上有没有涂抹红窗的高方? 有有有。 沈薇言盲声道,这些日子我才买了些,只用了一两次。 说着,去内室里拿药罐。 药罐打开,杨末闻过去,浓浓的中药味里有些腥臭。 沈薇言盲道,是清热凉血的方子。 现代有奎明软膏,抹在红窗上效果很好,不知道和清热凉血膏放在一起会怎么样。 先用我拿来的药。 杨末说着,看向沈薇言。 家中有没有酒中和没有用过的毛笔,我教你使用的法子。 沈薇言忙去拿东西,沈梦云不放心哥哥想要跟着去, 却看到杨大小姐去要拿桌子上的花瓶,灯石跳起来抢着去抱花瓶。 这样慌手慌脚的一动,那花瓶吱吱不住倒了下来,沈梦云的脸灯石红了。 花瓶是破损的,靠墙的那边有个大大的窝口。 沈梦云这样的惊慌,是怕杨末发现端倪。 看到沈家兄妹的模样,杨末有些好笑。 这兄妹俩是怕她嫌弃沈家家贫,不肯帮忙治病,不然为何会有这样的反应? 这样想一想,觉得江丽在那里的沈家兄妹很是亲切,尤其是沈梦云,十分地让人喜欢。 杨末忍不住笑,看向沈梦云。 你的病啊,不要接触花草,更不要点香,免得会像见了阳光一样病情加重。 沈威严红着脸将酒中拿来,杨末亲自掩饰如何将药化开涂在沈梦云的红窗。 这样就行了。 沈威严低声问道,当然不行,想要控制住病情,还要用一味药,断肠草。 断肠草是毒药,沈威严睁大了眼睛,本草纲目上写得清清楚楚,入人处废内,既沾肠上,半日则黑烂。 不知什么时候,燕儿的母亲敌侍偷偷地溜进院子里偷听墙角。 杨末话音刚落,她就大声嘲嚷起来。 哎呀,这大小姐是要杀人啊,我们家的两匹马就是吃了断肠草才死的,这些马肉都没人敢吃呢。 大小姐竟然要让沈氏吃断肠草,这是未过门之前就要杀了碍事的小姑子了。 沈氏声音高昂,这样一喊,让墙里墙外的人听了个清楚。 断肠草,大多数人都知晓是什么,敌肾道。 哟,快开药方吧,没有了这样的小姑子,将来你们日子可要过得越来越红火了。 我那燕儿啊,脾气太软弱,真是比不上你这位小姐,我们自认倒霉。 沈威严就是软弱性子,听了这话也挺直了几倍,怒喝敌事。 嫂子说什么? 敌事立即笑道。 哎呀,还没过门呢,就这样偏着。 说着看向沈梦云。 我说沈大姑娘,吃点毒药死了也好,免得将来在这家里受折磨。 沈梦云也急了起来,瞪圆了眼睛。 敌大娘别婚事不成,就恼羞成怒,你要是敢再胡乱说,我难听的话可在后面呢。 敌事仔细想想,自己并没有什么把柄在沈家,就轻笑一声。 一个大姑娘只身来到男人家,喂的是什么?若不是以身相许,就不怕坏了明节。 沈威严慌忙地看向杨大小姐。 杨大小姐脸色深沉,静静地听着。 她心中就火急火燎地忙起来,抬起头。 敌大娘,你不要三天两头叫我过去看诊,你家女儿根本没有病。 院子里外顿时传来哄笑声,沈梦云惊讶地看着哥哥。 哥哥这个老实人终于会反驳了。 谁都知道,敌大娘的女儿三天两头的病了,让哥哥去问诊,想到这里,沈梦云忍不住笑起来。 敌大娘哼了一声,甩甩袖子向院外走去,走到门口还不望张扬。 大家可要看着,若是沈大姑娘死了,就是这一对男女合谋的。 敌大娘走了,周围渐渐地安静下来,沈威严小心翼翼地去看杨大小姐。 大小姐,你不要生气,日后我会去解释。 什么? 杨末回过神去看沈威严,似是没有听清沈威严的话,半赏道。 在用断肠草之前,应该用补血液气的方子,断肠草的量也要逐步增加。 说着看向沈梦云。 我说的药,也不能完全将你的病治好,只能帮你减轻现在的病症,到时候你要是愿意,就让人去杨家说一声。 杨末想了想,接着道。 最好少出去,平日不要劳累,适当地做些运动,你哥哥出诊回来,让他先洗手,换了衣服,再去和他说话,免得他将病人的病气过给你。 沈梦云的病频繁发作,和生活条件差,沈威严常常带病军传给妹妹有关。 杨末嘱咐沈威严。 金姬那树粉要适量,不能操之过急。 说完杨末站起身,都交代好了,他也该走了。 这段日子他还要思量药铺的事,将药买齐,还要找坐堂郎中。 沈梦云起身将杨末送到门口,沈威严又跟着眼进杨末上了马车,兄妹两个这才一起坐在屋中说话。 哥,我想试试杨大小姐的方子。 就算能让她的病清新也好,至少她不用再拖累哥哥。 沈梦云说着脸上浮出了羡慕的神色。 他真是羡慕杨大小姐,无论那些人说什么都不为所动。 看起来,看起来柔弱,却是那样坚持。 沈梦云突然道。 哥哥,你不能喜欢杨大小姐。 凳子上翻书的男人手一抖,掩饰着她的尴尬。 这些年,她带着妹妹讨生活,多少次被人聚在门外,靠的就是脸面和不服输的骨气。 她总觉得坚持下来,将来定会有好日子。 妹妹陪着她吃苦,从来都是说鼓励她的话,从来没有这样直接了当地劝她。 你说什么呢? 沈薇言鬼鬼祟祟地掩饰着慌乱的心跳。 说这些话也太多余了,我只是因为想要和杨大小姐学医术,才跟着她。 想着她落魄的家,她哪有这种打算? 她不会连这个也弄不清楚。 沈薇言端起茶来喝,忽然觉得茶水很酸,想要买好一些的喝,却又舍不得。 她只能摇摇头笑笑,自己最多就是这种情形罢了。 那燕儿,之前哥哥不是说她还算好吗? 太柔弱了,我们养不起她,就算娶回来,早晚也是麻烦。 沈梦云看着哥哥笑起来。 将来一定会有更好的给哥哥。 可不是,沈薇言落下眼睛,可不是吗? 严格老从衙门里出来刚要上轿子,却被太医院院使童玉使叫住。 格老,童玉使很恭敬地上前行礼,然后忧心忡忡地又开口。 你说这次质虐是要怎么做才好? 皇上要让杨大小姐插手,这,太医院又要怎么办? 难不成要太医都听杨大小姐的吩咐? 严格老嘴边浮出一丝微笑,眼睛却没有半点笑意。 自然是想方设法将虐症治好,百姓免于病痛,瘟疫也不至于流传开来。 到了这个时候,太医院还在一心想着功劳,怪不得这些年毫无建树,如今连民间的郎中也不如。 不说杨大小姐,就是那个沈郎中都比这些拿着朝廷俸禄的御医强。 严格老不再说话,弯腰进了轿子。 童御医眼看着严格老的轿子越行越远,不屑地冷哼一声甩甩袖子,慌忙不迭地去拜见冯格老。 童御医在冯府外等了一个时辰,冯家家人才将童御医请了进去。 冯格老刚午睡醒来,正迷迷糊糊地哼着细纹。 见了童御医眼睛也不抬,半赏才到。 皇上让你去治温,你如何还不去安排? 童御医这才跪下来。 格老救我,格老救我,这次若真是让一个十几岁的丫头抢了功劳,下官这太医院院士哪里还有脸面坐下去? 冯格老四十没有听到,躺在摇椅里慢慢地晃动。 那是严格老举荐,又果然治好虐病,就算有些功劳也是顺理成章,你又害怕什么? 话虽这样说,可不是这个道理,童御医心里不舒服。 格老,格老,你也知道,严格老素来不喜下官,这分明是让下官丢尽颜面,俗话说,打狗还要看主人。 童御医说着,趴扶在地上。 起来,成什么样子了? 冯格老咳嗽两声,训斥童御医,童御医气怎么样也不起身。 冯格老叹气。 去乔家看看,乔文景怎么样了? 说着顿了顿。 少了一只手,我做起事来也不方便,平虐的事,你就放手去做。 只要将虐证治好,皇上那里我自然替你美颜,你一个朝廷命官,还怕一个小丫头不成。 去吧,别越活越回去了。 童御医只好起身告退,严格老的意思就这样算了,既然朝廷这样安排,他就恭敬地请杨大小姐平虐。 可是他怎么想,心里都不是个滋味。 童御医想着一路去了乔家。 乔文景趴在床上不便起身,乔家下人将童御医让进屋子,童御医便将致虐的事说了一遍。 万一真让杨家恢复元气,从前的事,那,那,那不是要……? 乔文景皱起眉头看向童御医,童御医自知失言,忙不再说话。 杨大小姐确实治好了虐症,冯阁老说的也没有错,你何必和一个女子计较? 女子做得再好,又不能加官尽绝。 童御医道,杨大小姐毕竟是杨阁老举荐的。 乔文景想翻过身来,屁股一动,就觉得针扎般的疼痛。 她的虐病是好了不少,可是这古道里,却如同被戳烂了般,每天只要去更衣,就会忍不住喊出声,当真是折磨死人。 你且回去,让我想一想。 乔文景忍不住要送客,童御医又碰了一鼻子灰,只好垂头丧气地离开。 送走了客人,乔夫人携着乔月缠的手进了屋,让丫鬟将刚放了插了心枝的花瓶摆好。 一时之间,屋子里多了好些生气。 乔文景看着,似是也觉得赏心悦目了些。 乔夫人笑道,这是月缠响的主意。 有个聪慧的女儿在身边,也让她轻松了不少。 父亲今日可好些了吗? 乔月缠行了礼才坐了下来,乔文景微微点头。 比起前几日已经大好。 至于隐吉,就不便在妻女面前提起。 乔夫人目光闪烁。 童御医说的可是真的,朝廷让杨大小姐帮忙评虐。 老爷之前的努力岂不是白费了,那些翻僧的神药倒让杨阁老邀功。 乔文景沉声道, 风格老能保住我已是不易,想要翻身,只得日后再从长计议。 乔月缠思量片刻,这时候插嘴。 听说是杨大小姐说出的神药,负责阎哥老也不会顺着翻丧查下去,才获及父亲。 说到这里,关切地看着乔老爷。 阎哥老不过是借着妇人的话大动干戈罢了。 阎大小姐总归是救了他的性命。 就算冯格老说的,何必和一个妇人为难。 父亲,您不知道,杨大小姐好生大胆,竟然将一个病人的胸口切开了。 乔月缠说着体体帕子压在嘴边。 父亲能痊愈都是因素来体健,否则照杨大小姐那样的制法,谁又能受得住。 乔文静听了这话觉得诧异,忘乎所以中动了动腰腿,下身顿时又是一阵疼痛。 将胸口切开,还有这种事? 乔月缠汗手。 嗯,那病人已经不行了,长家不识的童御医,这才求了我们家,想请童御医过去帮忙诊治。 乔文静将女儿的话响了一遍,豁然眼前一亮,大好的机会摆在眼前,童御医何必再苦恼? 严格老推荐的人若是出了事,严格老也颜面无光,贫虐的好处就完完全全地落在了他医院。 快! 乔文静伸出手。 让人去将童御医追回来,和他说明原委,让他去趟长家。 那病人果然死了,朝廷哪里还能用杨大小姐去评论? 杨大小姐也要先说清楚,为何要用此方治病? 乔夫人吩咐下去,吓人非死地去追童御医的轿子。 童御医疯疯火火地来到长家,长大老爷在门口相迎,两个人连客套话都没说,直办了内院。 杨老太爷被人架着站在屋外,喋喋不休地要去看孙儿,长家人却劝说。 您就是进去也没有法子,还是让郎中安静枕脉吧。 杨老太爷想推开身边的人,却用了几次力,那些人的手都纹丝不动。 杨老太爷悲气地喊。 请杨大小姐呀,有没有请杨大小姐来呀。 长一碗脸上浮起一丝冷笑,一定会请杨莫兰那个恶妇过来,不过不会是现在。 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,杨莫兰想不来都不行。 杨莫兰不是喜欢抛头露面,弄得鸣声远波吗? 这次就让他风光个够,长一碗得意洋洋地仰着头。 小姐 翠竹劝说长一碗,咱们还是去屋子里听消息吧。 不去 这次就又明天一些方法、接触一下的黄同 接触一下